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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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你怎么就在这儿 我怎么在这儿 隔半夜里 我破门而入 到你家来布节财 纸杰色 赶紧看看自己少了什么 瞎说什么的 真的不记得了 我喝多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劝你以后不能喝就少喝点 省得醉得不省人时还得别人伺候你 赶紧去洗洗吧 过来喝粥 你在这儿熟了一熟了 对不起 别客气 鸽子 谢谢你 我没事了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好吗 好的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你很喜欢我 来 这边 真是202 刘嫂 是我 北斗 刘嫂 202已经退房了 走了 对 走了 看来刘嫂他们是不辞而别了 肯定是回南寇港了 他们踩到别人的痛脚了 人家一定会做出反应 让他们消失的 不管是恐吓还是收买 刘嫂他们一定是被飞龙弄走的 大川 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情况 咱们都不了解 但是对飞龙集团呢 你比我们要了解得多 所以我相信你的判断 飞龙对南寇港造成的污染 是铁定的 证据都在那儿呢 看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自己去趟南寇港 对 越快越好 你和粉扣就坐这辆车走 大川 不用 我们俩坐长途汽车就行了 你别跟我客气了 你从旅馆打电话来 我就让孟元去准备了 现在可是分秒必争啊 贝导 这是司机小沈 这就是王律师啊 是董事长的好朋友 你好 你好 从今天开始起 你不光是司机啊 你还是保镖 好好地保护好王律师 百分之百都要听从他的指挥 有什么事情及时给我打电话 放心吧 谢谢啊 走吧 路线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在路上多买几箱水 当地的水千万别喝 放心吧 已经买好了 还有很多吃的 都是孟总安排的 还是孟总想得周到 怎么样 钱够不够 最后要多带点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跟粉扣回去收拾一下 马上就出发 一路小心 放心吧 等会你的消息 奇怪 飞龙他们怎么知道 刘嫂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 跟我傻这种把戏 我就不信斗不过他们 过去 不问你 我可以担心干净吗 我怕死亡了的 我怕死亡了 未来我怕死亡了 我怕死亡了 这样峰了 你否忍出了 我怕是能给你 稍为利儿的 运气怎么样 刚来 生长 刘主任 我 我占了你的地方了吗 这儿不是谁的领地 谁倒持有 刘主任喜欢钓鱼啊 没什么研究 不会钓 虾钓 虾钓可不行啊 钓鱼要是虾钓的话 那你一定会一无所获 那我就向省长讨教钓鱼的诀窍了 那你就找对人了 我对钓鱼是有研究的 早就听说了 咱们这儿的钓鱼协会正计划着 让你当他们的民意主席呢 我有言在先 钓鱼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千万不能把他抚党 是 不过有的时候民意 也是不能伪谬的 这钓鱼怎么还钓出民意来了 我刚去了趟北京 见了些老领导 他们都认识你 让我给你带个话 他们说现在形势非常好 民心民意都凝聚到一块了 气可以鼓不可以泄 要是泄了再想凝聚起来 可静难了 刘主任不是要讨教一个钓鱼的诀窍吗 那我今天先告诉你一条 钓鱼钓的是意念 要做到信物旁骛 专心致志 如果三心二意 你肯定会空手而归 有道理 刘主任 圣长 您到这儿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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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你钓你的 本寇 妈跟你说啊 这山区里的天气啊 经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 今天这下雨天 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 我刚来插队的第一天 那时候的路啊 哪有现在这么好啊 全都是土路 一下雨 车就陷进去了 那时候刘嫂 负责接待我们知青 她领着我们啊 走了十几里路 才到了南口港 妈妈 你是带我来一口思甜的 妈也是 看到哪儿 就想到哪儿 说到哪儿 你现在可以跟我说实话了吧 这次带我来 是谁的主意啊 你可是一直反对我来南口港的 好 是你大川阿姨的主意 换个环境 也让你换个心情 挖掘得也挺好 一举两得嘛 也兑现了 我带你来南口港的成命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 我这次来啊 主要就是来看我爸的 有什么不愿意 我把你扔开 要不这两棵大树啊 我还真不认得了 王律师 咱们下面去哪儿啊 那个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去刘嫂家看看 看看她怎么安排她 可孟总关照过 我得一直跟着你们 没那么严重 你开车一路都够辛苦的了 一会儿再告诉你 好 冷靠 走走走 这边 这边 好了 应该是这边 来来来 孟总 我们到了 对 挺顺利的 好 没错 就是这儿 没错 就是这儿 没什么变化 刘嫂 怎么锁门了呀 是不是出去了 刘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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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刘婶儿吗 对对对 对对 他们一家去省城都好几天了 你们是 我们就是省城来的 我们是她的朋友 她应该早到家了呀 她如果回来了 我肯定会知道的 好 那 谢谢啊 要我说啊 刘嫂不在家就是为了夺你 她既然能不辞而别 肯定怕你追过来 好在我手上啊 有联名告状者的名单 咱们在村里啊 挨家挨户地找 这并不难 你又天真了 老妈 如果真像大川阿姨说的 飞龙集团做了手脚 那你想这里的村民 还会如我们所愿地 配合我们呢 还没事呢 怎么就打退堂鼓了呢 我就是想让你事先做好 无功而反的心理准备 你呀 刘嫂不在啊 咱们先解决住的问题 安营扎寨下来再说 你别说啊 这里景色真好 早跟你说过你不信吗 你两位是游客吧 住下来吗 这村里还有其他旅店吗 我们这里环境优雅 设施齐全 还提供免费导游 就住我们这里吧 多少钱一晚上 包吃包住 四菜一汤 才两百块钱 便宜吧 光住不吃 一百块钱两间房怎么样 我们这儿 可是正宗的农家风味 远近闻名 好好好 咱们就在这儿住吧 你去把小婶叫来 我进去看看 走 带我看看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孟总 董事长在吗 在 好的 你们注意安全 好的 就这样 小婶来电话了 说她们已经安全到达了 住下了 北斗也给我来电话了 她说刘嫂根本就没有回南口港 看了问题 还不那么简单呢 会不会是 飞龙已经布好了局啊 所以她们到那儿要打开局面 就很难了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虽然往上小婶保持警惕 但是真的要出什么大事情的话 我们也鞭长莫及啊 有那么可怕吗 或许我是起人忧天了 但我这颗心老是悬着我放不下来 你的意思是 我让北斗他们回来 对啊 让他们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嘛 反正飞龙现在已经是激起了名分 我们是占上风的嘛 可我要的是致命一击 我倒是觉得飞龙的招 无非是用钱摆平当地村民 未必敢对北斗他们怎么样 我的董事长基金账面上 还有多少钱 三十万 干什么 你也想砸钱啊 这点钱可起不了作用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这样吧 让我再想一想 我早就说过了 光凭我嘴上吓唬吓唬 他根本就没有用的 他不会下决心扯兵的 他的个性我了解 告诉你 他现在还在动撒钱的脑筋呢 他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看来还是得那边出点动静啊 这你放心 我安排你 你只要阻止他去撒钱 你腿子见钱眼开 翻脸就不认人 真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我知道 我会见其行事的 今天少说也跑了二十多家了 没找到一家愿意 让我们代理高飞龙的 你对这个变故怎么看呢 飞龙集团先下手为强 齐高一招 我早提醒过你了 你没当回事啊 你说他们 怎么突然变得大方起来了呢 这要换战是我我也这么做呀 对于一个大型企业来说 这是一场公关危机 如果这关子打起来了 他们整天都得受煎熬 就算他们打赢了 也会大伤元气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独战而屈人之兵 把战事消灭于无形 我就不信他们能用钱 买通所有的人 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愿意被我们牵赐做原靠 咱们就算没白来 老妈 你太可爱了 撞了南墙都不回头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除非你拿着比飞龙更多的钱 放在他们面前 并且向他们许诺说 官司一定会打赢 会为他们拿到更多的钱 才会有人给你签字 我怎么觉得 你有一点跟你大川阿姨真相 思路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们开口就是钱 闭口就是钱 刚才她还给我打电话说呢 不行拿一百万过去 先争取个二十家联名再说 这有什么不对 我们为他们打的是什么官司 不就是钱的官司吗 钱是什么 就是利益 而我们做律师的 就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为他们争取到了钱 就是争取到了利益 争取到的钱越多 利益也就越大 这有什么问题呢 好 我们就拿这个案子举例子 南口港的老乡们 受到了污染和伤害 他们确实需要赔偿和医疗费用 咱们替他们打官司 争取到了全额的赔偿 和全部的医疗费用 那又怎么样呢 污染还在呀 所以说这是一种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而且这样循环往复的 什么时候是终点呢 所以我觉得呀 羊汤止费 没入府邸抽薪 我想把这个案子 定位为公益诉讼 南口港的山山水水 是属于现在军民的 更是属于他们的子孙后代的 照这么污染下去 子孙后代还谈什么家园呀 就是住在一个被污染的 大工厂上面 公益诉讼 对呀 就是公益诉讼 我就希望 从根本上 解决南口港的污染 从根本上 你是想让飞龙集团关门啊 那是必须的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可现在的问题是 老乡已经拿了飞龙集团的钱了 我们连原告都没有 上法庭可不就是一句空话吗 老妈有的时候啊 理想还是要切合一点实际的啊 老师 你把他们放哪儿去了 什么放哪儿去了 存折 怎么一本都不见了 钱不都在你卡里吗 定期的 我放在银行保险箱里去了 我们什么时候有银行保险箱啊 是这样的啊 上次啊 我到银行去转定期 银行的人向我推荐的 说是第一年免费 第二年才收费 所以我就办了一个 想想家里 没什么东西放进去啊 所以就把定期存折放进去了 你没搞错吧 几本定期存折 你都放保险箱 不就是定期存折 一时半会用不上吗 这放在哪儿新定 报上不是常说啊 说贵重东西放在家里 不是个好习惯 那你明天去打开保险箱 把钱取出来 为什么 我有用 钢存进去不到半年 现在拿出来 损失不少利息呢 是这样的 飞龙集团用钱收买原告 官司掩盖就打不起来了 所以我想临时抽掉一些钱 让村民出来说话 你赚的钱你做主 可是大春 你都到了用自己的钱 办公价的事了 这是不是太危险了 开门开门 谁呀 快开门 起来起来快起来 什么事 怎么回事你让不让人睡啊 退房赶紧退房 我们还要住下去呢 退什么房啊 少废话快给我走人 你们还有没有规矩啊 这大青岛赶客人走 开的是黑店啊 这位同志 你怎么烧饭呢 什么黑店白店 这不写的饭店吗 你是谁啊 他是我们朱村长 我们店村里是大股东 村长好 那你来给平平礼 当着你们村长面说 凭什么赶我们走 谁让你们冒充游客的 昨天是谁把我们当成游客 非拉着我们入住啊 再说了 哪家旅馆规定 不是游客就不能住了 我们村上规定的 我们南口港不欢迎骗子 赶你们走啊 已经算客气了 把你的嘴给我闭干净点 谁是骗子 你找抽不饮 你敢吗 这是在南口港 不在你们城里 现在你看看 连农民知道气体活的 你胡不拉叉的 到这儿撒影了 别动了 陈总 不许六少 小栓子 你不认识我了 我还记得你呢 怎么不认识 大律师 还在这儿查过队啊 是啊 可也不能 你是律师 就拿来法律来吓唬我们 我可告诉你 我们可不能让 别人用心的人 往我们南口港俩 送抹黑 如果送抹黑 我有权利 把他们驱逐出去 我们的口港 是靠飞龙脱贫之货的 我可不想让它 毁在你们这些人手里 你们有好多村民 都深受污染之害 你难道为了点钱 就把他们生命 置之不理了吗 我警告你啊 不准散布谣言 也不准你们结束村民 更不准你们踏进村里放步 否则呀 后果自负 我说小栓 我说村长 为了你们村民的利益 你们也跟飞龙集团接触 我就是不明白了 怎么短短的几天时间 你们这态度 就180度的大转弯呢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既然是为大家牟利 我们就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你们光在酒局 到时候拍屁股走人 我们那口港了 连个屁也没捞着 我们图个啥呢 这个狗屁村长太猖狂了 你们摆着和飞龙穿一条裤子 捞了点油水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我就不信把一百万砸在他面前 他不改口 钱我提出来了 你要去我不拦你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一句 你要是跟飞龙争着比谁钱出得多 那只会把那帮刁民的胃口越搞越大 那你说怎么办 眼看官司要泡汤 我们就无所作为 我不是说了吗 跟飞龙斗 你必须得做好长期的打算 你不能争一成一吃 可是现在的机会是千载难逢 哪怕弄到一家村民做原告 就够他飞龙喝一壶 ASPV就非我们莫属了 连那个刘棗都逃之夭夭了 你还指望谁啊 王北斗这件事情就处理得挺好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你说这两要是真的跟他们打起来了 把事情闹大了 英姿脸上也并不光彩啊 请赶赶赶赶赶 我没耽误事吧 要不提前预约啊 差点就提不出来 来 你点点 整整七十万 不用了 你存回去吧 你说什么 存回去 对 回头再跟你说 我们正谈事了 开什么玩笑啊 这银行的人非认为我是神经病不可 那你就是自询老婆神经病 行的吗 你冲着人家老实发货干什么呀 好好好 你别生气啊 你别上火 你心脏不好别上火 那 我 那我就存回去 叫你存回去 把他们老婆说干什么 好 存回去不就完了吗 你也把钱存回去吧 我来打电话 叫北走他们回来 老婆 老婆 嗯 这里空气真好 景色也好 是啊 分寇 我们当年啊 就是沿着这条山路上山去砍柴的 那时候还不是石子路 是土路 每人发一个挑弹 一把镰刀 到山里面砍满了柴 就往回遭 就过着这样的日子 就像世外桃园一样 你们在这儿男跟女之的 好浪漫啊 两回事 你们现在年轻人啊 是厌倦了城市的文明 到农村找休闲的感觉来了 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我们到这里面叫安家落户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所以 爸爸就是为了这片山林 而丢失自己的生命呢 那时候提倡的是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里的山山水水啊 都是属于人民的 所以集体 永远大于个人 上了这个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到了啊 谁啊 谁啊 那边有人来吗 山长 那边有人来吗 葳总 你 你怎么来的 来一点 来 把分口 分口 来 速度说说 快点 你怎么到南口港来了 我来做个调研 昨天晚上才到 你是为副私访吗 哪有什么为副私访 应该说我是故地重游 司徒 你这么忙还来看志诚 他在九泉之下 一定会很高兴的 李导 三十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回来 真的是觉得很对不起老战友 志诚 志诚是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正直的人 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里头 最初类把翠的 很好 你有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正直的爸爸 推荐 是一个很优秀 学生 学生 比赛 是一个很大 在第一个 伯寇 你不知道 你司徒叔叔 当年是我们知青里面的标兵 他是就着梅游东啊 读完了资本论 还有鲁信全集 这都是志冲给你瞎吹的吧 志冲当年还说 你将来一定是栋梁制裁 你看 让他严重了吧 可不是 不是一般的栋梁 我听出来了 粉扣是在讽刺我 其实呢 我儿子也不崇拜我 我儿子也不崇拜这位 我儿子也不崇拜 他不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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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不崇拜 他不崇拜 我 可能 他还要 他不崇拜 我 こと 感谢观看 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继续往前走的呢 司徒安门去南扣考了 当然扣考了 跟他们下去的司机是我派的 我还可以更准确地告诉你 司徒大人现在和王贝都他们在一块吃饭 肯定是冲着你们飞龙去的了 他那边的反应 等我叹了口风以后再说 喂 孟元是我 大臣啊什么事啊 一块出去吃个午饭吧 好啊想吃什么 两碗银子面来吧 好 谢谢 大川阿姨可是一再交代 不要在这吃饭喝水 大哥 用现在报纸上的一句套话讲 这样的浅尝遮之 还不至于对人体造成伤害 香 还是那么咸 司徒 你知道现在这个地方的水源污染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吧 知道 这么大的一个电池上 存在问题是必然的 我这次来之所以没有惊动当地政府 就是想获得第一手真实资料 你们刚才说你们在村子里遇到的问题啊 我想一定是你们的信念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而你们的行为又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遇到阻力呢肯定是必然的 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我想去县环报局做个调研再说 没有用了 我的秘书小艾已经去过了 他们的检测报告显示 飞龙电池上的排污是达标的 所有污染大户的盖子在被揭开之前 都有排污达标的检测报告 可就是有一百个造假的先例 也不能作为飞龙的证据啊 反正我的直觉告诉我 飞龙绝不例外 直觉是艺术家的事情 芬浩 你是学法律的 你应该给我证据 直觉可以打开想象力 学法律的同样需要想象力 不是吗 可最终在法庭上还得拿证据来说话 是不是 这样吧 芬浩 我想聘请你作为我的法律顾问 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 查清真相 找到证据 请问给省长当法律顾问有没有报酬啊 便没打没想的啊 说实话我还真是没有这个预算 这样吧 今天的面我请 真的红门 还是一碗让人吃着不放心的面 不回来了 为什么 他们去镇上住下了 北斗说要弄清楚 从电池厂到南寇港的污染途径 必须搜集证据 人振不行就找物证 设法从水塘啊 水井啊 这些地方去提取水样 带回来化验 他们就不怕那帮人再找事啊 单眼真够大的 你知道是谁在给他们蒸腰吗 水样 他们在南寇港碰到司徒省长了 司徒省长在那儿视察 有点声 我怎么没见到报道呢 不是视察 是微服司法 他是专门到南寇港去 调查飞龙集团的污染问题的 你这个省长朋友真够帮你的啊 什么呀 这叫得道多助 那帮污染大王 想去环保蛋糕 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 司徒不会看不出来的 但是他用事实去说服飞龙的后台 省得到时候别人说 省长和我们英姿串通仪器 滥用权力挤划竞争对手 对了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任何人去说 我知道 瓜田李夏组内避避嫌疑嘛 老妈 老妈 你说像司徒叔叔这么大气的男人 在我们这带人中间怎么就找不到呢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你只是换一种方式再骂马少魁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大成阿姨和司徒叔叔 怎么会分开呢 谁跟你说他们的事啊 你以为你不跟我说就没人告诉我了 柳妈跟我说的 这个刘嫂啊 就愿意议论过去那点事 我就是好奇啊 像他们两个这么优秀的人 为什么最后就没走到一块呢 这不奇怪啊 你跟马少魁不是也闹着分手吗 老妈没意思了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们这带人就算是闹分手 也是公开透明的 就像你们这代人 什么都藏着掖着 搞得神神秘秘的 我们这代人啊 起码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权 行 你尊重别人的隐私吧 我尊重你的道德啊 但是明天我自己去问司徒叔叔 你敢 你要真那么做的话 你就是太不懂事了啊 我就是不懂了 这么普通一个问题 到底这怎么就这么严肃呢 老妈 反正这事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索性让我全面彻底地了解清楚得了 没准我还能吸取点经验 受到这启发什么的 是不是 来 坐 那时候确实是你司徒叔叔 抛弃了大川阿姨 什么 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那个时候 他们俩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儿 两个人都雄心万丈 情投意合 后来你司徒叔叔被选拔上了大学 当年叫工农兵大学生 是要被选拔上去的 从此啊 黄鹤一去不复返 你大川阿姨当时痛苦极了 见着我就知道哭 可就是那样 他也不去找司徒讨个说法 后来还是听从了恩格斯的教导 治疗失恋伤痛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旅行 从那以后 他就离开了知青点 难怪他提议让我出来转转呢 原来是动用了他失恋的经验 你现在该明白 我为什么不跟你讲这些了吧 是怕有损司徒叔叔的形象 对不对 其实你多虑了 感情的事吧 有时候是非取直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我相信 我相信当年司徒叔叔做出那样的选择 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就算事后看来是错的 他也一定会自我反省 人无完人嘛 对不对 你能这么想啊 妈就放心了 等了吧 走吧 走吧 快乐 路上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呢 帮我们当文神躲着我们呗 咱们这次啊 收集证据算是很全了 左律师啊 就要细致细致再细致 我们做的是够细致的了 可按我们国家的法律是 谁主张谁举证 我们证据找了一堆 主张的人呢 原告还没饶落呢 这官司怎么打呀 放心吧 面包会有的 原告呢也会有的 我就不相信刘嫂一家 会凭空蒸发 好 小沈 快来快来 有点钱啊 喝啊 来来快快快 快点 快点别人跑了 别人一开啊 快快快 快 来 想干吗 我们要检查 检查 你脑子没病吗 这车是你想检查 就检查的 少废话 来给我搜 我看谁敢动 小沈 你别冲动啊 我跟你说 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 犯法 那你拿走了我们村里的东西 算不算犯法呀 你胡说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 你把东西拿出来 看看不就行了吗 你们带走了 不该带走的东西 王律师 甭跟他废话 我看你们谁敢查 你要是不让他呀 你就别想走 我老早就提醒过你们了 你们偏不听啊 你们也太不把南寇港的人 放在眼里了吧 我说朱村长 有什么话 大家可以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谈 你这么聚众斗殴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好好好 别以为我说不过你 我们就听你的 谁不知道你们这回来的目的呀 就想破坏南寇港的声誉 回我的声计断我们国路 好了好了好了 少啰嗦啊 把那瓶瓶瓦怪都给我拿出来 你敢来来 你敢来来我报警了 报警呢 这儿我就是110 算了算了 你不是就想要我们的水样吗 给你 王律师王律师 那我们这几天的努力 不都全败费了 都在这儿了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走 走 把那相机抵骗着肺子 周末 周末 干什么你 都回来了 大家冷静 周末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千万别动手 你带眼动 我都给你掰了 去去 去去 去